台美国安高层会议,美东时间21号在维吉尼亚州举行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与国安会秘书长顾丽雄低调防美与美方官员举行闭门会谈 根据中央社消息,这次的美台闭门国安会谈时间长达7小时 从早上9点半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地点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 台湾出席官员包括吴钊燮、顾立雄与驻美代表肖美琴等人 美国出席官员包括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副助卿华自强 与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 以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以及AIT台北办事处长孙小雅等 美国副国务卿雪曼与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分别在下午1点与1点半加入会谈 台美双方互信良好,沟通管道也非常畅通 而加强台美关系也是美国跨党派的共识 至于媒体报道,外交部部长跟国安会秘书长在华府AIT总部会谈的新闻 外交部没有评论 目前美台官方默契没有评论和公布相关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指出 这是美台之间特殊外交对话的一环 另外,这也是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 台湾的外交部长首次踏入AIT华盛顿总部 被外界认为是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张瑞泽综合报道